10月15号,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安葬 这位为杂交水稻事业奋斗终身的老人 长眠在他热爱的土地上 近日,夫人邓泽首次出镜讲述了 袁隆平逝世前的生活细节 他台北之年仍然保持他的生活习惯 每日做研究,下稻田,搞一搞兴趣活动 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生活安排得年年时时的 晚上打晚上,喊了钱,他都有急发的 毕生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爱好广泛 除了会拉小提琴外,他还打七排球 直到晚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原来他身体好的时候 我们到海南就海南喊 到家里就家里 打球哥,有个喊到我们屋里 就有一旁碰人 打了七排就要十来个人在听打 就有方式喊 我们家里一颗就是十五个 再喊十五个就生打的人 他等于每天晚上要打 要打球 他打了他就看 还有边家这个边家哪个 高兴得很大 就是说你没来也就是讲啊讲 尽管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袁隆平从不服老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要亲力亲为 他的离开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他的很多计划还没有完成 实际上还有好多事 就是在他心里 他说根本就还没想走 都是还有好多计划 都没有实现 实际上就看这个精神就蛮好 我自己开一次飞到海南 他做的女孩讲话 他去到最后嘛 就今年三月 九月就没得见了 他还没附近 还没电还要到到了周朗 要给周古巴巴布 人都周末起来了 给的媒妇 小型他们要给扶他 没要 就把他开给点 自己用力一起来 走到厕所口 捐一个香 就脚脱脱脱脱的精 搬一个完了完了 他自己晓得完了完了 最后十来天 就起我的东西了 一点粮食东西都吃不下 最后走了还三十个小时 没有吃东西还剪这个三十个小时 即使是在病床上 袁隆平依然牵挂杂交水稻 他不停向前来看望的同事 追问杂交水稻产量 还生平第一次提出要退休 大事在医院里跟他说 我要退休了 我要退休了 我说的都大清了 几天要讲一次 几天要讲一次 要讲一次这个话 原来怎么还不干过退休 八九十个都还不干过退休 所以听到有一次来讲 啥就说一道又没搞了 我要退休 我才说 我都去了两个笼子 都是还有 要问杏冈文明 赶快讲 你们要产量是好多嘛 你快告诉我 他还是稳定 还是在稳定 他没有什么都放弃 最后时刻他都还忍稳定 没有放弃 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 解决了半个中国的温饱问题 深受民众爱戴 这些身份之外 在妻子邓泽眼中 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是国学家 也是个好丈夫 也是个孩子的好爸爸 我们也认为他是个普通的人 嗯嗯嗯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